第二个再来一个是香港 它叫连侠 连侠 连侠 这个法号很奇怪 什么连侠呢 两个字的 侠是一个车子旁 一个亥 他画佛像的 香港的连侠 两个字的 师尊吉祥 弟子是住在香港 我住的地方 在端午节午时 根本无可能取得五根水 因为几十年来 端午节都没有下过雨 又住在城市 根本没有井水跟潜水 可我用科学方法 以抽湿机 在端午节午时 开机 将空中的水汽 吸入机中 凝成水 因为空中水汽 没有接触地面 直接被吸入 抽湿机中 凝成水 流入机中的盘中 一直都没有接触地面 可佛这样取得五根水 几十年 端午节 在香港都没有下过雨 这很奇怪 香港跟台湾很近 东午节都没有下过雨 这个 我看佛菩萨也不会打 因为佛菩萨的时代 那时候还没有除湿机 不过还是问一下好了 冬午节午时的时候 开除湿机 将空中的水汽 吸入机中 凝成的水 可以算是五根水 请指示 哇 佛菩萨特别开恩 可以算作五根水 用除湿机 在冬午节午时 把空气中的水 凝成水 用除湿机 凝成水以后 那个水也可以叫五根水 现在 现在是科学时代 越来越科学 我也様看 给大家看 词 进行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